通常是不是先把就是前面的前奏啊 對 是不是把四小節就前面那一段彈奏 彈奏就算是前奏 對對對 通常前奏有一個方法 你們最好的方法就是說 你不要像有些譜就前奏前奏的半天人家 歌姓也唱不進來 也不知道認譚什麼 你就把尾巴抓一下 尾巴那種歌四小節 把尾巴抓一下 前面或後面都可以 前面比較不好 抓後面 對 抓出來然後歌音 唱的時候就是到了動作 歌音就唱不進來 然後你就說你開始 OK 等到歌星一唱這邊 事實上喔 你伴奏的時候呢 就比較輕鬆一點 其實彈奏其實比較累喔 你在演奏的時候 你錯一點點人家就聽到了 對不對 你伴奏的時候人家歌星在唱 你在旁邊就要打個和弦 和弦壓好就沒事 反正其實最重的時候 該你演奏的時候 那個你要稍微那個練 所以同學不需要 你練歌的時候 你不需要整首練嘛 你把和弦 重點把和弦背起來 和弦背起來才會進步才會 這個能夠當 其實然後 然後該你要演奏的時候 你就比如說 通常一般演奏就是A段 或A段段 你把演奏把它背起來 這個要背一下 其實琴事就怎麼樣 所以你們目標是要 要把自己設定當琴事 總統一下 不要當演奏家 不要當演奏家 是當琴事 對 琴事就是 琴事就是 就是什麼都要會 對不對 演奏家是什麼都會 就會演奏而已 哈哈 演奏家就拼命演奏 很辛苦啊 古典就是這樣說 拼命演奏 因為聽起來沒樂趣 那滑地演奏這首歌 要練多久 我們當琴事 對不對 安安琴 唱哪個歌 伴奏一下 然後把重點掌握住 就愉快了 對不對 好 自己練一碗還伴奏 練習還伴奏 伴奏你可以找同學之間 你說欸 你唱什麼 你把伴奏 就好比今天他唱那個歌 他也不熟啊 你是不熟嘛對不對 他不幹練 所以說 他也是 他也沒辦法 為了你啊 他犧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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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為了你 他犧牲自己 對 感恩感恩 哈哈哈 你們也可以互相找人 我說我要唱歌 然後把你要練 或者是說 你找我唱歌也 或者找個都可以 好嗎 好